肉食吃多了该怎么办呢 肉食吃多了用大山楂玩啊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比如说你骨类吃多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用炒麦芽 这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 消除骨类的一个 一位要是同源的草本植物 那么砸食吃多了怎么办呢 前面在宝宝及食的过程当中 也给大家讲过 砸食吃多了可以用椒三鲜呢 椒三鲜是哪椒三鲜呢 也就是炒过的三样东西 第一样呢就是山楂 第二呢就是麦芽 第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山药 也有的地方呢 椒三鲜是用神曲 不管是哪个 这三个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 消除我们平日当中 吃多了的这些杂食 第四个就是水果蔬菜吃多了怎么办 因为水果蔬菜呢一般都是凉的 我们吃多了之后 肯定是含凉在体内 还有一个呢含湿在体内 因为水果蔬菜都是凉的东西 而我们的脾胃呢最怕寒湿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有一种 叫做草果 我们可以拿草果呢 炒菜的时候或者炖汤的时候 把草果放进去 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了解 感谢rale 还好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